接下來你就可以把這個下面這邊有沒有 按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不見了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你可以把這條線 刪除掉 可是呢特別注意喔 修剪它是一個連續的線段修剪掉那如果說你要把這一個物件拿掉的話請你按跳開 Escape 然後呢再把這個 這個它是一個物件 獨立的物件 所以不能用修剪 修剪是一個物件的某個部分 比如說這個圓我下面不要那用修剪 可是如果一條線它是一個完整的物件對不對不能用修剪 用什麼 Delete鍵 Delete鍵盤上不是有Delete鍵盤你就選它之後按Delete 或者還有一個方法你會發現這邊有個什麼 刪除 按Delete鍵或者刪除 也可以啦 有沒有 這樣不就修修掉一個 那修掉一個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接下來可以這樣 畫下一條線 然後下一個圓 畫下一條線 畫下一個圓 你通通不就都做出來了嗎 了解意思嗎 OK做完一個之後下一個會做吧 再一條線 然後從四分點 這邊有四分點 點下去 它距離是多少 70 除以 70除以3嘛對不對 好 那這條線出來 那再來做什麼 再畫一個圓 然後找到這條線的什麼 終點 對不對 然後怎樣 拉到這邊來 對不對 然後再來怎樣呢 把這邊修剪掉 把這條線拿掉 然後再來畫一條線 這樣不就畫出來 畫完上面之後下面的話 我就可以怎麼用旋轉 轉一個 180 就好了 好 慢慢來 第一次 初體驗 這個其實你會發現 從沒有畫 沒有不需要任何指令嘛 通通都在這裡 你只要看得懂這個圖 你就會畫了 好吧 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各位先 體驗一下